如何啊,我是少年 说到美食,我想应该没有人会不喜欢吧 那今天我推荐的这部作品是一部超级下饭的神作 因为有各种你从没有见过的创新美食 那你在吃饭的时候胃口更香 吃着馒头炸菜还以为自己在吃弄虾鲍鱼 但是有些人看的是美食 有钱则是不知道在看什么地方了啊啊啊啊啊啊啊 那废话不多说,那我们赶紧扣译进入故事吧 在日本的某个角落有一家店叫做姓平餐馆 男主姓平创真 以至于意料理人父亲的厨艺为目标 不断地磨练自己的厨艺,结果和父亲切磋却输了489次 本来一家人还骑得隆隆 直到店铺被开发商盯上后 对方就不断地过来找麻烦 把隔天准备好的食材故意破坏后 然后要求吃一份美味多汁的肉料理 只是我不理解为什么吃个饭这个小姐姐的脸能满脸羞红 讨厌,哎呀 因为大部分肉食都被开发商破坏了 所以姓平神拿一些蔬菜做冒牌肉料理 结果小姐姐在吃了之后 那种感觉就像,就像,啊,无法形容啊 而记得保镖在吃了之后当场报衣 为了能够再吃到这么好吃的肉料理 这些开发商放过了姓平家的小店 一个个都倒在地上沉浸在刚刚的美食中 可是才刚刚解决到这些人 父亲却让姓平去允业学院学习料理 这家学校要是毕业率低于10%的厨艺进行学校 如果姓平不能在这个学校里毕业 那么想要超越自己根本就不可能 被刺激到的姓平决定要在这个学校凌驾于宛能之上 作为他班生的姓平 同样要在应届生中参加厨艺考试 在考试厅里遇见了一个拥有神之舌的少女惠丽奈 这个女生可是个传奇人物 是远越学院总帅的孙女 还是远越评议会时节之一 在出生三个月还在吃奶时候 第一句话就嫌弃乃之不够龙 而且被他评选过 不合格的人就等于断送了厨师的生涯 所以见到了惠丽奈的其他学生 罗罗黄鹅桃 只要不参加那就不算不合格 这逻辑好像没毛病啊 最后只剩下了姓平 惠丽奈给出的考题主材也是鸡蛋 姓平用他们家自制的秘籍 组组了一道非常可口的菜肴 鸡蛋拌饭 这种一般只有在街边小吃 才会出现的第一段料理 被惠丽奈直接判定不合格 大家看到鸡蛋里还残了漏洞 便忍不住吃了一口 这是在天堂的感觉吗 手上的筷子不由自足地伸到碗里 想要多吃几口 姓平见此情况就骄傲地说起 是否自己通过了 但是高傲的惠丽奈却给了一个不合格 被判定不合格的姓平也是瞬间实话 但这比赛的过程都被幕后的学院总帅所听到 所以在第二天升学典礼上 姓平成功作为唯一一个查盘生到的典礼 还在典礼上发言 打放厥词地说 圆圆学院只是我一个垫脚石 我会凝架所有人直升 这话一说出来 让底下的所有学生都起奔不已 铁左慧因为性格软弱 更是被这话下的浑身赞斗 不断提醒自己千万不要接近姓平 不然会倒霉的 结果第二天开始上课 他的搭档就是姓平 经验的老师是一个法国人 所以才吃也是法国料理 而学院的规矩也是出了名的严格 成绩被判错A的学生为贺格 其他的均为E 铁左慧是乡下一个小镇的姑娘 在小镇上做料理是出了名的好吃 可惜在学院里的他所有成绩 几乎都是E等 前不久还收到了最后的通牒 如果他的成绩再是E的话 就会被退学 结果这个法国老师是出了名的严格 他知道自己已经死定了 而在考试开始后 中途还有同学恶意破坏 往锅里的牛肉加了一大把盐 眼看时间就快到了 姓平立马做出调整 在指定的时间内做出了一道炖牛肉 当老师看到这个多吃一些面的牛肉块时 竟然出奇地笑了 尤其是吃了这块牛肉 那种感觉就像被蜂蜜包围 然后用蜂蜜要讲自己融化的感觉 太幸福了 最后他们成绩是A 天所会也松了一口气 因为他不用再担心退学了 等下课后 姓平就开始找他的宿舍吉星聊 好不容易到了宿舍 宿管阿姨挡出了道路 原来这个吉星聊有一个规定 班主录住这里的学生 都要通过一场路门考试 也就是做一道 让宿管阿姨吃了满意的菜 结果姓平根本没有准备 也没有自在食材 竟然用残根剩菜 做出了一道让宿管阿姨 都感觉回到青春岁月的佳肴 那种味道实在是 惠味无穷 姓平也正是成了这个宿舍的一员 刚才刚到宿舍 就被楼上的一色会前辈 叫到上面开欢迎派对 天所会也在这里 姓平很快就融入了这里 可是一色会前辈竟然是 远跃时捷的第七阶 他想和姓平比试一场 时捷在远跃的地位 是稍微老实的存在 可说是整个学校 大多数规则 都是他们商业制定的 和俄伦的切磋 竟然打成了平手 但姓平不知道的是 那只是一色会 最普通的一道菜 想到时捷住 这所学运的巅峰 于是姓平打算 向一色会前辈 发起真正的挑战 决定要代替他 于是第二天一早 就在餐厅等待一色会 他飘了 不过一色会前辈 就告诉他 想要发起挑战 要有很多的条件 要认证这场比赛有效的人 要有机位数的评议员 还有相应的赌注 像姓平这样 直接挑战时捷 就算用退学 作为赌注都不够 而这些挑战 在这学校被称为实际 所以无论如何 姓平现在都没有能力和资格 向一色会发起挑战 吃完饭后 大家都上扬这 去研究会 也就新的料理 这就相当于 其他高校的社团活动 于是姓平和铁索会 也来到学校公告栏上 去看看有什么研究会可以加入 姓平一眼就看中了 盖饭研究会 等他们来到研究会的时候 直接狼藉一片 物资历 只有创始人 小气宽宜 原本这个研究会里的人 也是很多的 但是自从惠林奈提出 要关闭盖饭研究会后 会员们就都走了 这些年来 惠林奈凭借自己的天赋 大幅度的淘汰 和索减其他料理研究会的经费 就在昨天姓平 还在举办 欢迎仪式的时候 惠林奈就在实际上 淘汰了相铺料理研究会 史籍成为了废舍 才刚说完 惠林奈的一个手下 叫做水护玉妹的人 带着装球师傅来到了这里 言语无尽的挑衅 还挑衅小气宽一 时候有自信跟自己比一场 还没等小气宽一说什么 姓平就答应了下来 正好水护玉妹 想要找姓平谈谈 毕竟让自己的老大出球 正好这次碰上了 就决定和姓平比试一场 她给出的主题只有牛肉 为了配合盖饭研究会 也和盖饭结合在一起 比赛定在三天以后 只要姓平说就得退学 而水护输了就要加入盖饭社团 三天里三天都四天想后 不断地做料理 最终选择了做夏里亚宾牛排盖饭 所谓的夏里亚宾牛排 是歌唱家费多尔夏里亚宾 来访问日本时 因为牙腾想吃又松又软的牛排 而被做出来的 是日本独创的牛排 其松软度能用筷子轻轻一夹 就能划开 但能不能打败水护A5级的顶级牛肉 小西宽一还是没有把握 毕竟水护背后的家庭 是能够提供最顶级的牛肉食材 等到实际之时 观众对水护玉妹特别欢呼 而对姓平却是一片嘲讽 回礼呢也特地来看这场对决 水护果然利用自己家庭优势 拿出了A5级的牛肉 而姓平则是买了超市打折的 廉价牛肉 水护做出的牛肉盖饭 不仅美观 并且让品味吃得特别的兴奋 可是姓平运用昨晚夹击改良过的酱汁 做出了夏里亚冰牛排 让品味都来不及夸赞 只顾着把饭吃光 还在纠结 诶有没有剩饭啊 因为加入酸梅酱汁的盖饭 会让人食欲大开 盖饭的灵魂是在一碗内 可水护却是注重在辅料肉食上 最后水护遭到会拟难的仪器 分给他的单独厨房也被收走 水护都当初约定一样 加入了盖饭研究会 这场对决 让他发现自己有点喜欢上了 这个狂妄自大的男生 你好坏啊 我好喜欢 于是精心打扮地来到社团才知道 姓平他妈根本就没有加入社团啊 而每年高一的新生都要进行 做俗集训 在圆岳集团的豪华酒店里 大家都不怎么高兴 因为这场集训 可是会淘汰大部分的人 而所有的评委都是 圆岳学院以前毕业的学生 第一关 是百合子前辈组持 要求利用房间外栅栏以内的玩物 做出一道日本料理 在这里 还有一对来自意大利的塔克米兄弟 他们是姓平为对手 因为在点底上 姓平的话也是他们想说的 他们跟姓平一样 在读学前就已经神情百战 所以塔克米向姓平发出挑战 很多人都选择去做有关鱼的料理 包括姓平也是 但塔克米他们却做了有关鸭子的料理 这凸显了塔克米兄弟独特的视角 两人更是拿出了屠龙宝铜 默契的配合 在帮前门后 最后做出的料理 让百合子给出了合格的成绩 而姓平准备的料理 也因为想吃了独特 让百合子特别的满意 但是两组的料理 仍然没有分出胜负 因为百合子有选择困难症 两个如此优秀的食材 让他不知道该如何评价 所以塔克米还会继续和姓平斗下去 而姓平准备所有的成员 也都挺过来了 合宿的第二天到来 姓平和田索会 面对的是据说 昨天一天就让超过30年退学的 法国料理天才四公的课题 这次是单独料理 没有帮手的田索会 又开始紧张起来不知所措 和最后冷静下来 做出了美好的二十回忆 母亲的料理 但是蔬菜里却存在 已经养化掉的花菜 按照四公的说法 是故意放进去 淘汰学生用的 还说 田索会太过迟钝 才拉到最后 只能剪坏掉蔬菜的迟钝里 而田索会 更是为了弥补坏掉的蔬菜味道 擅自更改原来菜谱中 各个蔬菜原始的味道 所以淘汰很是合理 姓平不服 懂得创新的厨师 才是真正的厨师 他替田索会不服 在向四公发现了实际 想为田索会 投个公道 和四公拒绝和姓平的实际 不过在老大堂倒的命令下 他扮强制地 接手了这场对决 可最佳的条件是 姓平与会 向四公挑战 而且主料理师是会 姓平只能做田索会的帮助 如果姓平等人能获胜 田索会的退学 就可以取消 但若是失败的话 不仅仅是田索会 就连姓平都要退学 在地下厨房 非正式实际 秘密地开始了 四公清朝熟路地 做起了料理 而田索会 则在自我否定中 不能自拔 不过姓平用以前父亲 叫他集中记忆力的方法后 一下子就拍醒了田索会 田索会终于冷静下来 开始行动 姓平也按照田索会的指示 处理起食材 哦不 应该说会 还没有说要什么 姓平就知道他想要什么 等时间到后 他的料理也让评审团能 感受到了蔬菜的美丽 一个个为蔬菜 包裹成了可爱的美少女猛男 反观田索会 第一次以主厨身份 制作了料理 用九种蔬菜的法式洞 而制作七种蔬菜堆叠而成的 彩虹法式洞 采用的主题 也是司公所熟悉的法式洞 而显然 田索会是比不上司公的 所有票数最后 都投给了司公 可就在此时 没有参与评审的老大唐道 却给了田索会一票 拼一针坚决地指出了司公 这些年在厨艺上 没有太大进步的问题 唐道把田索会的料理 推给了司公 当他尝尝 虽然口感不佳 但是料理中处处彰显着 田索会为客人 所着想的心思 因为从昨天到今天 所有的评审演员 包括司公 都在不停地试吃 却剩了饭菜 所以田索会在料理中 加多有助于消化的东西 田索会的小情思 也感动了司公 但爱与面子 他让田索会 继续在这里挣扎一下吧 也许不用多久 他依然得离开这里 我也在最快的时间 更新后续 记得点赞关注 不用一路 实际之间作为早年的动漫 可谓是取得了 特别优秀的成绩 漫画每三集 就像对我进行一场对决 正如一动番剧一样 美食题材 其实也算是冷门系列 能将美食题材 做成如此当的 惊心动魄的对决 也是成功的一大原因 如果全剧值 单纯充滞着搞笑的 更可能对于后续剧情的期待 也不会那么伤心 我是少年 一个迷人又可爱的 97年男孩 如果喜欢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视频点赞 评论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